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德梅里华斯罗 我实在见悲伤 梅里华人 何事啊 搞到自爱去 云良 唱着这么多好 这首是辉歌的名曲 南少尼我很喜欢的地水南音 再唱下去我怕你们就不看这节目 南少尼这首歌就是讲以前 可能是一个故事 都是真人 我不知道 一个公子歌儿 迷戀一个歌技 歌技就因情自杀 于是少尼来哀悼她 一个这样的曲调 讲上一集我们有唐西风月 大家可能意犹未尽 又会不会想起李宾华小姐的燕之寇 也会想起李宗盛 燕之球也是小说 拍成电影 梅姐梅艳芳 飾演的余花 和哥哥张国荣的十二少 爱怨前面的故事 大家都还记得人心 有没有想过 剧中这个人物余花 可能是真有其人 而位于我身后这里 山道十五号的位置 就是我们今集的主人翁 花影恒以前的居所 花影恒这个名字 有点思义 亦都好像很有戏剧性 其实她的真人 她的人生 都是富有戏剧性的 花影恒 她原名叫做朱寿珍 一个很普通农家少女的名字 她原籍就是苏州 苏州就出了名 她的名字是盛产美女 花影恒自小 她的样子是相当标致 大过了也是一个美人 但是她出生就 比较不幸 大概在她小时候 她的父亲就 小小 因此 家里顿失了一个经济的支柱 她的母亲 两母女和她相依为命 她的母亲叫做韩九姑 就出去跟人打工 做女傭等等 就维持生计 直到花影恒 去到差不多八岁的时候 她有读书 所以也有一些文学的根底 去到八岁 她没有办法 都要绝学 后来 就更加是淪落封尘 好地地的一个小女孩 就没有人想淪落封尘 都是为世所逼 后来就直接 去到广州 广州就出了名 有很多花艇 珠江口一带 很多花艇 很多上海岸都很有忌宅 当时非常之兴旺 花影恒被买到忌宅 初时她叫做琵琶仔 什么叫琵琶仔 琵琶仔 不是妓女 要卖唱 要懂得唱 换句话说 你的歌技都要有这么长 才可以 一个小女孩 还要有个条件 一定在未经人道 换句话说 又是串女 对了 说坏一点 那句 真的可以善价而沽 很多达官贵人 公子歌仪 等等 就会出个高价 希望 买了琵琶仔的初夜 没有多久 因为花影恒 歌喉了得 她真的唱歌很好听 刚才也说过 苏州美女 标志 又生得漂亮 很快就在花界 正所谓花界 花艇等地方 去寄宅 很出名 没有多久 在天然寨 被公损 做花灰界的榜眼 在这个科举制里面 狀元就绑眼探花 绑眼即是亚军 做了绑眼也不差 过了一段日子 很多公子歌仪去追求她 有一个官员 在广州里面的官员 姓黎 出具款 帮她属身 这件事 如果以一个歌姬来说 有人跟她属身 正所谓埋街喝井水 希望可以嫁出好人家 有希望 重量 但是黎姓的官员 很不幸 她有家室 她将花卿衡 金屋藏嵌 虽然花卿衡 其实是作妾 妾事 以为可以都安安静静 过好日子 谁不知黎姓官员的家 家有恶妻 一知道这件事 天天在吵架 甚至乎上门找花卿衡算账 不生奇妖之下 花卿衡和妈妈就没有办法了 唯有脱离姓黎的官员的保护下 就下来香港 就继续她的生活 不是香港 当时 唐西那里 风月界 相当之轻盛 其实那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代的中 三十年代的中 差不多是抗战时候的开始 也可以说是接近唐西的 那些风月事业 是一个美声 但事业仍然是很鼎盛 因应花卿衡一流的歌喉和美色 很快很快 一蠟烛唐西 就成为花卿 惊惟天人的一个天后 要说花卿衡 除了很多达官贵人 有钱人不断追求她 每晚都很不空之外 她的人很有个性 女生当然是贪美 有时做歌机 贪钱 不要说她不贪钱 不过她有些嗜好 就未必是每个女生都喜欢 她喜欢看球 换句话说 她喜欢看足球比赛 闲时都喜欢听听大戏 因为那时候 那个年代听大戏 就是很多人的娱乐 娱乐的首选 兼且有很多 尤其是花卿佳麗 对那些戏子 大戏的老官迷得很紧 有很多风流吻事 她也是其中之一 整天有句说话 叫做表子无情 这句说话 肯定用在花卿衡身上 完全不对 她可以说是有情有缘 首先对行内的人 都相当之有情有缘 刚才说过 她有很多很特别的嗜好 喜欢看足球 喜欢听大戏 还有一件事很奇怪的 个个都说 你做那一行就是厌那一行 她不是 她做歌机 一定是能歌善舞的 但是那时候 唐西就有舞厅开始 她是喜欢跳舞 换句话说 不是客人请她 是去公寓的时间 晚上十点半开始 就去那些舞厅 开始跳舞 那时候开始有舞厅 她跳舞 不是跟男士跳舞 她喜欢跟舞厅里面的 所谓舞女跳舞 而且她的出手很阔卓 凡是跳舞的 她一定有些伙伴 其实遮头遮路 想打赏姐妹 那时候跳舞 要买一张叫做舞票 换句话说 一张票 那些票是很便宜的 有一样东西 叫做夹心律子 什么叫夹心律子呢 就是那张舞票 去夹一张银子 就递给那些舞伴 那些舞女 就作为打赏 她自己本身去从事这个行业 都要打赏给那些姊妹 兼且呢 就来不时都会买一些 丝绸 那些大涌 那些医料等等 送给那些舞女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她 很得到她的欢心 另一样东西 刚才我说她 非常之有意气之余 她有一个爱国的情操 不得了 没多久 就发生了七七奴溝桥事变 日军侵华 抗日就正式展开了 东三省已经被日本佔领了 偏安一偶 她们在南方 尤其是广州、香港 暂时都还可以守得住 但是她有一种爱国的情操 在除了花影恨之外 另外另外一位就叫做寶玉 这位女士其实都是歌姬 在唐西的一带 当然未及花影恨 这么有知识 这么出名 大受欢迎 为什么要提这个保育女士呢 她是一个发起人 就说要发起疑场 大家知道 去得唐西 很多有钱、达官的人 个个打赏 很捨得揮金如土 她就举行疑场 号召所有 我不管你哪间仔 什么听都好 总之你唱得歌的 就全部上台疑场 无分彼此 就籌款 爱国籌款 真籌款 就被内地国民政府用 借一个应援 籌务资金 前后 就总共做了八次的筹款移场 花影恨 当然是义不容辞 先后有三次 有冠、亚军 都是轮流给花影恨 争夺了 不单止是这样 当然有很多人给他面子 一定要歌艺好 第二就是捐钱的数量要多 每一次出场的款项 一定是过千大元 那时候来说战事 千大元就很重要 不单止是这样的 花影恨 曾经私底下 就捐了七百元出来 做善款 就捐了他的爱国的情操 和热心 但是他就很多仇善感 没多久 之前他就在广州遇上 和他属身的姓黎官员 官员知道他的行踪 就偷偷地有几次 因为公务 来香港都会探访他 他就不声其烦 他就觉得 我都扔下了这段感情 也不想惹到这些是非 就很烦 他整天都三番四次推了这个官员 直到三九年的七月 进行最后去过一次参加的仪唱之后 他就已经是退休状态 他很多的应酬都推了 工作更加都说 因为自己身体不舒服就推 报章有这样的引述 就说他那一段期间 已经是整天闷闷不落 但是为什么呢 又不知道 他又不是说有病 总之呢 在那些舞厅 他喜欢跳舞的 舞厅 唱歌的地方 已经不见到他的蹤影 就终于他在家里 来不时 他就和他妈出去看足球 看大戏 去到十一月尾的时候 报章报道有一晚 花影恒就和阿妈走去太平气院 他当时住在山道 山道距离太平气院 其实两三个街口很近 他就很喜欢看马思曾演戏 命令马思曾 马思曾当晚演出的戏 就叫做《龙楼奉角变欧兰》 据说他看完电影后 就入了后台见马思曾 当时很多 是有这个惯例的 就算演出前或演出后 很多人喜欢探班 进去见老官 又不是每个都能进去 总之要进去 看完电影 探完马思曾后 就回到家 他妈妈寒狗姑和他一起看电影 看完之后 他妈妈去打通宵麻雀 找邻居 花卿恒就叫了工人 去买烧饭给他吃 还很记得是吃什么呢 这个豉油鸡 又买了白酒 买了一瓶汽水 吃完之后 大概凌晨一点 他就睡了 到了第二天 他妈妈回来 起床叫他起床 或者吃早餐之类 一拍他都不醒 看看大件事 就发觉花卿恒不单叫不醒 整个身体冻了 厚套白活 然后香烧肉蜂 一命烏股 立刻叫十字车 送去马丽医院抢救 都无效 证实是他吞食生鸦片而死 在那个年代 很多人都会吸食鸦片 亦都会利用生鸦片 鸦片经过烧过 然后吸食 生吞生鸦片 是会死的 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 自尋短见 当然他的世世 令到花国 唐西那一带很轟动 个个都甚麽掩饰 很多传闻 就是说他迷戀马斯增 都有一段风流吻事 甚至言之作作 他入到后台的时候 见到马斯增 就与一个女子亲热 这些事情人连人殊 究竟可不可以做到这样 你刚刚做完戏 做完戏 还在后台 还可以衣服 这件事是匪夷所思的 兼且 其实 那时候的报章都有引述 引述韩九姑的证实 就是说 在那段期间 其实花兴恒就没有工作 兼且 整天都是闷闷不落 所以 这个传言 我都觉得 未必尽可信賴 无论如何 花兴恒就 这样 欲允香烧 他死亡的消息传开了之后 戏曲界 花国名厅 舞厅等等 都为他搞这个追悼 也有一位有钱商人 是捐了五百大元出来 和他扣置棺木 他的事迹 后来在1940年 大家都很熟悉的 南海十三郎 就亲不做编剧兼任导演之一 就和他拍了一套戏 就叫做一代名花花影恨 直接用了这个名字 飾演花影恨的就是白燕 有张英、罗桂康等等 这个情况好像 现在我们看梅芳 梅姐 也有人把他的生平 拍了作电影的一样 一代名姬 很传奇的一生 你猜不到他自杀那一晚 就是农历的十月初十 亦都是他的生日 去选择了结他的生命 那时只不过是二十二岁 从此 就长埋在香港仔 华人领怨坟长一枫黄土之下 以上就是一代名忌花影恨小姐的传奇故事 大家喜欢我说多些旧香港的故事 记得给个赞我 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帮忙看广告 好了 保证